警方控告赶到住宅区 四名年轻人在巷弄内徘徊 涉嫌暴力讨债下的住户不敢出门 但乍看之下 这最左边的男子怎么有些眼熟 一眼认出他就是杀紧被告万绍成 遭判刑八年四个月 交保出来还不学乖 反而在黑帮声名大噪 成了竹联邦新和会角头 多处一帮小弟跟随 四处威非作呆 对七十多岁独居老人恐吓暴力讨债 警方到场训斥后 立即将四人去离 深入调查发现 夜店杀紧事件发生后 中山联盟瓦解却另起如造 以万绍成为首组成大联盟 都在判八年四个月来 为什么还学不乖 闭着双眼不发一语万绍成搭上警车 再度被送往地检署 去年十月在内湖有小弟砍人暴富 涉嫌杀人未遂 十二月又到基隆暴力讨债 今年初内湖热炒店又有十几名小弟暴力讨债 万绍成居中调解 交给法律 交给国家帮我交 交不了 交保后吸毒惹怒爸爸决定把他交给法官处理 这回又涉嫌暴力讨债 万年翔得知后表现淡定 似乎已经放弃这个儿子 杀警案宣判时法官也认为 万绍成说死反复 根本没有面对司法审判的决心 恶性重大不宜轻纵 一审重判 但他依旧不知悔改 持续在黑帮做大声势 胡作非为 这回遭居提到案后 恐怕又得做回接下球 记者刘水温赛A小组台报道